三沙中建岛孤悬于西沙群岛西南端 处在远东通往东南亚的海空药道之上 北距海南岛300余公里 碧海蓝天白沙绿树 刚上中建岛的记者和很多首次上岛的战士一样 把这里当作了一个远离大陆喧嚣的度假景区 在中建这个景区没有新兵入营 教导员刘长文便变身导游 带领大家参观岛上各处景点 灌满锦旗的中建荣誉室 环中建岛360度的白沙滩 来之不易的中建第一树 郁郁葱葱的东郊松林等等 都是旅游必经典 其中官兵们先进自造的珊瑚沙盘 成了当前的人气景点 为了庆祝建国70周年 我们中建岛官兵律训练间隙 在沙滩上捡了一些车渠跟珊瑚石 构造了今天展现了大家面前的中国的立体版图 山脉河流平原都能有所展现 我们的盆地用我们的车渠进行了一个展现 我们的山脉有颜色分明的不同的山户石 构建了我们祖国的几个大的山脉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方有个五角形的地方 那是我们代表中建官兵寓意的一个北京的地理标志 回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中建岛进行了一个艺术处理 进行了一个放大 我们中建岛也用一颗车渠切割而成的一个红五角形 两颗五角形心心相应寓意着中建官兵 新系祖国 新系党中央 新系人民 也表达了中建官兵一份驻守祖国海江 让祖国人民放心的一份决心和誓言 刘长文说 对于长期驻岛的官兵 风景总有看腻的时候 但若赋予其文化内涵 却是可以工人细致砸磨 领会感悟 珊瑚沙盘就是这样的一处景点 在中建岛 富有内涵的景点还有海草旗帜 海草旗帜是由党旗 五星红旗各一幅 连同党徽永耀 祖国万岁八个字 共同组成的大地景观 因为篇幅巨大 太空中的卫星能轻松识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面党旗和国旗 都是我们用海马草 也就是我手中的这种植物 种出来的 这个海马草 它在干旱和缺水的时候 它就会根茎和枝叶就会变得鲜红 这不仅替合我们党旗国旗的颜色 也完美地诠释了我们中建官兵 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陈子民介绍 两面旗帜都是在六号国旗基础上 放大了一百倍 由战士们一排排亲手种植而成 每面旗帜长66米 宽44米 单面占地面积超过7个篮球场 我们中建岛地处西南边陲 现在交通各种方式 虽然有所改善 但是中建的估计感是很强烈的 我们搭建了以沙滩文化 石刻文化 山洪文化为代表的一些系列文化 在构建这些系列文化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这种自家自建 爱导如家的这种情怀 一方面是在训练间隙 让官兵有所乐 为大家的身心带来一种愉悦 更多的也想通过这种形式 来带动我们官兵的内心的一种感触 让官兵在耳濡目染中 能够感受到我们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